其实奥运我已经4次了 非常开心 很冷 让我看见很多人来了 大家辛苦了 我真的是 所有支持冬奥运动的 不管是健儿们 还有媒体们 还有参加所有系列的那种 志愿者他们都辛苦 今天传续的主题是民族之主 您怎么理解这四个字 因为很少 国家有我们这么多 五千年的文化 所以你才有我们 这么龙厚的一些支持歌父 外国都没人 所以希望利用这个奥运 把我们这些五千年的文化 翻译出去 哪场都会看 昨天的那个冰湖自己 那混双自己都看 我觉得确实一到奥运会的时候 不管你是不是一个运动迷 我觉得所有人都会关注 中国队的比赛 所以我也会为他们在电视期间加油 自己其实有幸参与过 这个亚运会以及全会的传递 这个奥运会的传递也是自己的第一次 然后非常开心 能够在这个今天这个非常有中国这个文化建筑 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 然后能够第一棒传递 我觉得非常开心自豪 之前虽然来过禅城 但也有一段没来到这儿 然后再次来到这儿 还是感觉非常庄严严肃的一个地方 来这儿情不自禁都感觉到骄傲了 您是否既参加过 就参加了中澳的混合团 做一个双澳的人 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自己还是非常开心 首先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然后北京也是第一座 能够举办中澳和下澳的这样一个城市 然后自己当年08年自己也是 包括这次其实以不同的身份 能够参与到澳运会当中 我觉得这也是自己作为运动员 一个运动人一个体育人一个 我觉得到以后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吧 有一点紧张 然后也特别就是带着一些祝福吧 希望我们的运动界人们 能够发挥出很好的成绩 这样 怎么关注的冬奥项目有什么呀 冬奥两项 因为它包含了一项射击嘛 然后还有一个 画画面就是觉得它特别的优美 想对冬奥的准备来做冬奥项目呢 就夹一个冬奥项目 就夹一个冬奥项目 然后也是顺便水平放喝出来就可以了 冬奥对所有运动员我都很喜欢 然后也很关注 希望他们在身体冬水 然后勇敢冲我不后悔 1908年呢是作为运动员的时候 给夏季做助力 那这一届呢是代表着 所有冬奥运动员呢 能够有所传承 中国冰雪从无道有的 引游到墙面又特变 也希望我们通过我们这一代的运动员呢 能够展现出参与奥利比特 在这种公平竞争的平等下呢 我们有不畏强敌英勇 云战的这种精神 民族精神能够展现出来 您对今年画画的比赛 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我觉得可能4号就开始准备团体赛了 还是为什么要担心加油 我们运动员在场地已经适应得很好 所以我们就要看看在场地吧 我们就感应了 芳芳比较是先以团体赛为主 我觉得团体赛稍要以4个项目进行为 来看 比较是先出赛的 严肢严股位 严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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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运动员我也觉得特别的骄傲 能够在长城脚下传递奥运会的火炬 我希望更多的青少年能够跟随我们的脚步 能够多参与体育运动 更加多了解奥林匹克精神 因为少年墙则中国墙嘛 知道您家里收藏了很多火炬 这次的火炬你也会特别增堂吗 对我们家的这个火炬墙已经把它的位置腾出来了 明天他应该就会上我们家的火炬墙了 北京多奥会您会关注哪些方面的 我应该是正好是在我们的这个春节 每一个项目我都会特别的关注 那昨天我们已经开湖了 祝贺祝贺 我希望接下来大家都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我特别喜欢花滑 然后短道这些我一定会看的 大道我有可能会去现场看 也会关注雪上项目 还有冰球 这些我都非常的喜欢 韩松隋文静啊 吴大静 范可欣 然后这个 乖林医特别喜欢 最近我觉得他 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正能量 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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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